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单眼过线炉的那个映卓视频 这是送线部分 送线部分呢就是有一个送线的轮子 送线的轮子 那就是一个 冲刺往那边送线的一个 冲步轮 这个是错轮 这个是错轮 这个是高温钻 这个是高温钻加温的部分 这个是氨剂流量剂 这个氨剂流量剂呢就送到那个保护器里了 这是那个控制变满 这有每一个如常控表上面有显示的 刚才停了 现在开了 看到没有 现在开起来了 直升就上来了 还有这个安分解器的 它这个纸子没有上来是什么原因呢 它就没有 已经到温度了 看到没有 温度已经到了它就停止了 这个是送线部分 收线这一块 收线的呢它有送线这个调节 有收线的调节快慢的 它是变频调速的 这是变频调速的 这个是送线的同步冷 这个是底下的收线的排线器 收线的排线器 这是收线的排线器 在上面这个冷呢就主要固定它的静力不要太长 太长了之后呢 它排列的不均匀 很松伤 现在呢就排列的比较均匀的 看到没有 很均匀的 这是线 平线来的 这个上面快慢可以调节 这个这个轮子的快慢可以调节的 这是送线的部分 这是烟筒 这是有那个安分解气分解的气体 在里面炉堂里面的烧 还有气体 整体的长谷就是差不多接近5米 双烟 四烟 整体的长谷就是这么长 送线的这边要短一点 送线这边要长一点